世尊为我们做证明 你看他跟我们表演的 十九岁出家 放弃王位 放弃荣华富贵的享受 去当一个苦心生 日中一时树下一休 为我们实现的身份 是知识分子 就是今天所说的 知识分子喜欢广修多文 印度所有的宗教他去修苦 所有的学派 关于这些方面的学派 他都学了苦 都去修苦 学了十二年 放下 十九岁放下的烦恼障 三十岁放下的手智障 你按中障碍放下了 他就开悟了 没障碍了 这个道理要懂啊 这含书非常深 佛法是什么 说的这法是 大臣叫你个比喻 黄印之体 这就是佛法 这就是佛法 什么意思 小孩哭了 大人在地上捡一片树叶 告诉他 这是黄金 很贵重 你拿去可以换糖吃 小孩不哭了 目的是叫他不哭啊 效果达到了 假的不是真的 佛说的一切金 都是这个 不能把它当真 真的是 真的无有一法 清净心中 一法不灭 那叫佛法 那佛什么 彻底就无聊啊 完全回归自信 回归长期光了 这些里面说的 回归本体了 这叫陈佛 这叫无上 正等 正确 二 学佛 一定把这段事情 搞清楚 搞明白 你就很容易入门 那么我们取 阿弥陀佛这一名号 用这个来入门 为什么取这个 这个 有阿弥陀佛 四十八元的价值 其他的法门 要得清净心 才会得到 福利价值 没有得清净心 不行 那 唯独 这个法门 得少分的清净心 就得到价值 这是阿弥陀佛 无尽的慈悲 要 救把 社法界 里面 六道苦难众生 用这种 巧妙的方法 只有这个方法 但阿弥陀佛 本月 为神 加持 陈旧快 从东进 慧元大四 建立第一个 念佛道场 东宁念佛堂 开始 世世代代 修这个法门 陈旧的人 不计其诉 净土 圣仙路 往生传里面 这些人 是 一些代表 还有许多往生的人 不知道 没有记载下来 不晓得有多少 记载下来的 十分之一 半分之一 二一 没有记录 没有人知道 太多 太多 这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美国那段时间 并不太长 先后就十几年 先后就十几年 在美国 过地方 进宗 学会 同修 往生 都没有 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 给他写传记 是真往生 不是家往生 日之时之 自在走的 没有病苦 没有死苦 说走就走了 这些人 都很聪明 他什么时候走 自己知道 他一个人都不告诉 为什么 告诉他了 会有很多麻烦 大家都来看 那对他就妨碍了 根本就不说 像海鲜老婆 不告诉人 告诉人 回答对人 来帮他祖念 来看着他走 一个人 亲近 什么障碍都没有 走了到第二天 你才知道 走之前 白天 菜园子里面 干一天后 晚上 念一碗佛 第二天早晨 喊他没有声音 打开他房门 去看 走了 多自在 多潇洒 阿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陀佛 阿 阿 陀佛